沃统副主席斯麦·沙比利周六在国家王宫宣誓成为第九任首相之后 昨天第一次在电视上发表演说 而今天是星期一上班的第一天 沙比利他一早就到首相办公室正式打卡上班 已经贵为一国之首的沙比利 他第一天的行程也是排得满满的 在首相办公室逗留大概半个小时之后 他就前往吉打巡视水灾灾情 可说是非常的忙碌 在警员的护送下 我国第九任首相伊斯玛沙比利 今天一早以一身黑色西装搭配红色领带 抵达首相署办公室正式打卡上班 战略后首次大进办公室 当然要让媒体好好拍照 纪念这具有纪念性的一刻 随后沙比利也跟官员来张大合照 当中包括总检察长伊德·路斯·哈伦 以及全国总警长阿克里·沙尼 首相沙比利今天可说是行程满满 上一秒还在布城办公室 下一秒就飞到了吉打瑞来风 巡视水灾灾情 新首相大驾光临的人愁 一时也吓坏了现场记者 也有人不断提醒官员们 记得遵守SOP 而首次以首相身份巡视的沙比利 也相当配合媒体的要求 偶尔停下来拍照 偶尔向周遭的人挥手十一 巡视期间 沙比利也走访当地住户 并且慰问灾民 随后在几打大臣沙努西的陪同下 沙比利把国家灾害管理机构的捐款 拍发给灾民们 同时也宣布拨款7800万利级 作为灾区重建的资金 小伙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感谢观看